温度的变化真的相当的大 等于是在短短几天内会历经了 几乎是春夏秋冬的感觉 周四一早台湾气温相对温暖 路上民众不再紧紧包着大衣 不过这样的阳光天气也准备要变天 周四入夜将迎来一波的冷空气 周五周六气温明显下降 那目前预估最低温可能就是在 2号清晨前后的这一段时间 那其实中部以北地区 包括一些离岛都有机会出现 比较普遍10度11度左右的低温 但是有些地方因为地形的关系 有可能比较空旷的地方 还是有机会到10度甚至低于10度 台湾天气就像坐过山车 周五周六湿冷天气 低温不排除下探到10度 周日白天开始气温逐渐回暖 甚至到下周二全台各地高温 恐上升来到30度 到了下周三再来一波的冷空气 气温持续下降 明显的降雨会出现在 迎封面的基隆北海岸地区 然后还有整个水气比较丰沛 又加上地形效应的 中部以北的山区 那从1号到2号这段时间 这一些地方都要特别注意 可能会有局部交代雨势出现 那其他地方的朋友也要留意 虽然也许整个雨势没有到 没雨季那么的剧烈 可是一整天下下来 那个下雨的感受还是很明显的 降温又降雨 提醒民众穿暖背好雨具 而如果想要追雪 周五晚间到周六清晨 在中部以北 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也有机会 新唐人演的电视 之前李曾新闽 台湾台北报道